月华仙子神念往这些骑士上面一扫后 立刻倒吸了一口凉气 这些骑士无一不是原因左右的存在 还足有上百人之多 而这些骑士一排排飞过之后 五色光暇中又飞出了一辆辆黑油油的战车来 每一辆都精致异常 上面各站着三名同样打扮的假式 前面另有相貌猙獰的飞擒拉车而行 当一般无二的三十六辆战车飞完之后 则是一对对服饰各异的修士徐徐献出 或老或幼或男或女 均目中神光隐藏气息不凡 这些修士只有十八名之多 但都是练须后期大成的修士 而这些修士之后 光霞中一阵轰鸣身后 竟隐约浮现出一层两层高的阁楼 应该说是一座酷似阁楼的巨型竖车才对 此车足有数十丈之高 雄伟华丽异常 前面各有八头体型十丈的雪白孔雀拉车而行 而竖车一层 坐着一群五色彩衣的工装女子 每一名都娇艳动人 并且怀抱琵琶 手持长笛等各种乐器 那天音之声 正是从这些女子手中悠悠传出 但韩丽目光却根本不在这些女子身上 而是望向了寿车的二层 在那里正有三人围着一张翠绿玉桌坐在那 桌上摆满了一些灵果酒水 三人竟正推杯换掌 不过韩丽目光一闪 又落到了巨型飞车顶部的一个 银灿灿的巨大番旗上 此番旗雕龙苗缝 阵阵禁止波动 散发不已 而在番旗最中央之处 却有一个陡大的圣字古文 圣皇 是天元圣皇的旗号 这是圣皇的作家 一旁的月华仙子 一看清楚远处巨型售车上的旗帜 却是亥然一声惊呼 韩丽脸色微微一变 目光一宁 终于看清楚了二层的三名交谈之人 这三人相貌甚为奇特 当中一人身穿白色如袍 相貌如雅 但偏偏双耳其长 面带淡淡笑容 一旁一名老者 则身穿灰色长袍 面容枯黄如木 但双目隐放必忙 最后一人 是一个身披紫色袈裟的白胖僧人 不过四五十岁的模样 但生得肥头大耳 一脸慈祥之色 而三人竟都是合体期的修士 老者还好 这是和他一般的合体初期修士 僧人却是一名合体中期存在 至于当中的白色如袍人 在他灵目之下 体表竟引有一层乳白色光环笼罩 费了弱大力气 才勉强看出对方是一名合体后期的可怕存在 看来这白袍如生 的确是三皇中的天元圣皇 中年男子和一旁的气灵子 海大少等人 早已看得目瞪口呆 在一厅远处空中的车队竟是天元圣皇的车架后 就算再胆大包天 也是君不禁战战兢兢起来 但望向目中的神色 却又有几分难耐的兴奋之色 这可是合体期的存在 整个人族也就那么几十名存在而已 而三皇更是人族中最顶洁的存在 能亲眼目睹三皇真容的修士 在人族中也绝对没有多少 他们能在此地见到圣皇的车下 也算真是造化不小 不过正当韩丽目光仔细打量 远处兽车中的白袍如生时 这位正和对面僧人笑着说话的天元圣皇 突然神色一动 接着一下站起身来 几步走到了二层边缘处 并瞳孔金芒闪动 望向了韩丽所在之处 不知是哪一位道友也在此地 若不嫌弃的话 可否上来同饮一杯灵酒 天元圣皇的声音并不太大 但是不知如何 竟在大半天空都回荡不已 清除异常地传入到众人耳中 除了韩丽之人 无论月华仙子还是海大少一干人等 都不禁面面相去 圣皇前辈难道是和我们说话 好一会儿之后 海大少才干吞了一下口水 一点自信没有地自语了一句 不可能吧 能被圣皇前辈如此称呼的 应该也只能是同界存在而已 我们这些人怎么可能呢 但这附近好像就只有我们几个人啊 这话倒是不假 那南山三恶为了方便对白化吉父女下手 故意将他们引到了这偏僻之处 方圆百里之内 根本就不见其他修士踪影 其他人一头雾水 韩丽又如何不知道这位天元圣皇 是冲自己而言的 当即眉头皱了一皱 忽然转手冲着海大少几人淡淡说道 海道友 你们二人先到月华道友动府 暂且坐一下 我先去见见这位天元圣皇 一会儿自有办法追上你们 听了韩丽之言的海大少 气灵子以及月华仙子和中年男子 皆是目瞪口呆 韩丽 你说什么 韩丽摇了摇头没有再说什么 而是提表青光一闪 一下画为一道青红 直奔远处车架 急事而去 只是几个闪动后 就已经顿出了千余杖之远 原地 只留下了张目结舌的一干人等 只有那名叫白骨儿的女童 眨了眨眼睛望着其他人 似乎有些明白 但有些糊涂的可爱模样 原来韩道友 是一位合体七千佩 我早就该猜到了 除了合体修饰外 其他人哪有办法 治愈骨儿体内的寒毒 海道友 你们二人那都也是 白化吉却盯着一旁的海大哨和气灵子 有些口齿想说些什么 不不不不 我二人可是货真价实的一般修士 我只有住机器修为 一点不假的 我们和韩兄 不 韩老前辈 也是半路上才认识的 一点也不知道 他老人家是合体修士的 我们 竟然和一名合体修士 同行了数月 还一起喝茶饮酒 同辈相成 齐灵子 我 我没有白日做梦吧 同一时间 韩丽所化青红 就已经到了车架附近 一干假使听到天元圣皇先前之言 自然不会上前阻拦什么 韩丽顿光一脸 就一下出现在了巨型寿车二层中 并冲里面的三名合体 其存在一拱手 微笑说道 在下韩丽 见过三位道友 嗯 韩丽 莫非就是我 天元镜新进阶的那位韩道友 老夫黄荡 见过道友 韩目的确刚刚进阶没有几年 原来道友就是数年前进阶的韩丽 真是失敬了 可惜道友当初拒绝圣城的邀请 否则本皇倒可以早些和韩道友 拔酒痛饮几杯的 天元圣皇上下打量了韩丽几眼 圣皇之言甚是 听闻韩道友仅仅数百年时间 就从一名化神修士进阶到了眼前境界 如此可不成度 不能说是前无古人 但也足以让我等汉颜了 啊 这位大师过奖了 韩目资质一般 要不是蛮荒世界有了数次机缘在身 哪能有如此快进阶 天蝉大师 有什么话还是让我等 敬过韩道友一杯灵酒才说吧 本皇别的嗜好没有 就是平常对这杯中之物非常喜爱 要不是这圣皇称号 理代传承下来的 本皇可是本想做那酒皇的 这酒中之皇才更成本皇的心意啊 白袍如生低头笑了一下 抬手往御桌上一抓 一个翠绿御滴的御杯 和一个仿若珊瑚的赤红酒壶 被射到手中 然后这位天元圣皇手腕一抖 从酒壶中倒出了一杯浓稠异常的灵酒 透明又有淡淡的黄色 仿佛琥珀一般 并亲自递给了韩力 韩力不敢怠慢 口中称谢 将这酒杯接下 瞬间功夫神年王酒杯上一绕 就知道并无任何问题 相反此酒 不知是用何物酿制而成 散发着醉人的香气 并且蕴含着惊人的灵气 绝不下于一般精进修为的灵丹妙药 韩力手臂一动 就将此杯中之物缓缓一饮而尽 果然好酒 在韩某知道的灵酒中 应该足以排进前三了 韩力喝完之后 面上有一层黄色灵光 一闪即逝 有些动容 前三 这么说 韩道友还知道 比这琥珀灵酒还好的灵酒 天元圣皇一听这话 先是一正 接着大喜 韩力微微一笑 想回复什么 那名叫黄荡的老者 却倾笑说道 圣皇 我等还是坐下一边吃酒 一边详尽详谈 让韩兄这般站着说话 可是有些失礼了 也是 是本皇见到韩道友 太高兴了些 我们人族已经近千年 为再出国合体修士了 天元圣皇拍了拍额头 急忙请韩力入席 也回到了自己原本的位置上 从接触到现在 这位天元圣皇给韩力的印象 还是不错的 为人豪爽异常 丝毫没有带儒家的迂腐之气 不过他们这等修为境界之人 自然不可能仅凭短短一个印象 就去判断如何 韩力当即口中谦让一句 也就坐到了天元圣皇的对面 韩道友现在可以说说 你知道哪些灵酒 比本皇的琥珀酒还好了吗 道友是否都亲自品尝呢 圣皇的琥珀灵酒 已经是灵界罕见的珍惜灵酒 不过在下曾经在蛮荒某个异族处 有幸品尝过一种酒香灵酒 无论是从酒香 还是本身的神奇效用上 倒也不逊于琥珀灵酒 异族人的灵酒 酒香灵酒 道友可将此酒 捎带回一两壶 天禅僧人和黄荡 也大感兴趣地望着韩力 那酒香灵酒 也是一族中 合体其存在酿制的蜜酒 韩某当时还未进阶合体境界 哪有资格讨要此酒 能有幸饮上一杯 已经算是有缘之人了 这也是 我这琥珀灵酒 平常也是撇皱自真之物 轻易不拿出来待客用的 圣皇也不必过于惋惜 虽然在下手中没有酒香灵酒 但再过一段时间 却可能得到另外一种圣酒 到时 自然请圣皇品尝一耳 哦 什么灵酒 难道还在圣皇琥珀酒 和那酒香灵酒之上 天元圣皇还未来得及回答此问 那枯寿老者倒是忍不住了 显然此味也对杯中之物大为喜好 这也难怪 修道之人常年打坐枯练 对普通身外之物根本不怎么看重 男性修士一般除了灵茶之外 大多都喝一些灵酒 韩某在蛮荒游历时 有幸得到了几份酿制红螺鲜酒的 红螺灵果 虽然还有一些辅助材料没有配齐 但只要花些时间 应该不成问题 红螺仙酒 就是据说真仙界才有的那种仙酒 天元圣皇听完韩丽之言 仙士面色也呆 接着脸色露出了吃惊 至于老者和僧人 显然也听闻过这仙界灵酒 望着韩丽的目光也有些发指 这可是仙界灵酒 灵界怎么可能酿制出来 韩道友莫非是在说笑 那红螺果可是仙界才有之物 如何能就此得到 而且据说那红螺果要是 培育到可以酿酒的年份 那花费的时间可是数以万计 就是在真仙界也培育不易啊 韩道友不会认错了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